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法德近三个月内两次举行视频会晤 就在今年4月 三位领导人就举行了一次视频峰会 之后美国拉拢欧洲国家搞小圈子的动作 一直没有停下来 去年底 他们三人加上欧盟两位领导人还举行了五人峰会 所以说这次中法德视频会晤 刚好是正面打击了白宫的野心 美总统心里恐怕也颇不是滋味 当然 如果不是有全球危机说不准 马克龙和默克尔就来北京了 别忘了 去年底峰会后 马克龙就明确说 未来几个月内 他想和默克尔连接访华 共同探讨合作 当然 我们也不要回避 在过去几个月 尤其拜登上台后 美国拉拢欧洲的各种小动作 中国和欧洲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三大国领导人视频峰会 就会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此次会晤结束后 默克尔办公室很快发表了声明 三个国家就中欧关系交换了意见 并围绕国际贸易 气候变化 全球危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合作进行了讨论 法国爱丽社工也很快宣布说 法国支持以互惠为基础 推进中欧交流 在对外合作方面 中国向来都倡导相互尊重 互视合作 互利互惠 关于西方的激进思想 在这次会晤中 中方再次言明立场称 中国一直以来的希望 就是发展好自己 从来不是取代任何他人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相互尊重 精诚合作 而不是猜忌对立 联合博弈 希望中欧扩大共识合作 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 发挥重要作用 就这一国际形势来看 和上个月同一时期 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月的同一时期 英国正忙着办一场集齐峰会 白宫则是做好了游说的准备 是独拉拢欧洲国家 形成所谓的美欧统一战线 但是 作为一国领导人 马克龙和穆克尔深知 和中国这样一个务实友好 又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纠纷的国度 没有理由产生分歧 加强务实合作 更符合欧洲国家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及其各国领导人 围在一起开会时 美国总统拜登的涉华提议 很快就遭到欧盟国家的否决 当时 德法义三国领导人 直接和美总统发生正面争论 闹得会议室被强制断网的事 至今仍记忧犹新 开局不力 拜登访欧进行游说后 草草收场 之后 美国务卿布林肯又趁热打铁 跑到欧洲进行了第二次访问 总的下来 今年上半年 美国先后三次访问欧洲 但终究抵挡不了 当今时代 欧洲寻求自主发展的意识 有意思的是 中德法还罕见一道向美国施加压力 三国领导人一致要求 美国必须与伊朗谈判 回到早已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之中 一位法国高级官员说 三国领导人 周一通过视频会议 发表了共同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 有必要推进 因特朗普荒谬决定而开倒车的 伊朗核谈判进程 以便尽快重新恢复到 各方遵守协议的状态 避免核扩散风险 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 为了捞取政治利益 于2018年野蛮退出了该协议 这是一个背信弃义 激怒参与该协议的中俄欧大国的举动 拜登表态 不会延续他的前任的伊朗政策 并表示 美国希望重返该协议 然而 拜登迫于国内右翼政治设立的压力 在半年时间 仍未做出任何真正回到这一协议之中的重大决策 这引发了长期对此不满的其他多个大国的进一步愤慨 这次中国与另外两个大国一道公开表示 要求美国重返协议代表了世界的呼声 法国方面表示 中法德领导人一致认为 目前存在重启2015年伊朗协议的谈判的机会窗口 这位官员表示 为了避免对地区稳定造成进一步威胁 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他补充说 三国领导人公开这一信息的目的 是在最近几个月 美国敷衍堂塞谈判 没有实质结果之后 为谈判推进提供助力 法国和德国也很清楚 中国不是威胁 而是欧洲的机会 作为老欧洲的成熟政客 默克尔和马克龙深知 一个人努力是家法 共同努力是惩罚 这句和欧洲谚语的金髓 看新华社通稿 马克龙就很赞赏 中方为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 援助物资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 还高度评价 中方为落实 降临有关减缓债倡议 所做的努力 愿同中方继续就 帮助非洲融资 教育等问题加强协调 其实马克龙并不是场面化 法国最近推出了一项名为 法国重启的经济复苏计划 马克龙则悄悄开了一场小型的视频会议 邀请了八家大型跨国集团CEO 推荐这个复苏计划 其中就包括有中国面孔 默克尔呢 即将卸任的默克尔 显然不用顾及美国的反应 表态也更加积极主动 他表示 欧中关系非常重要 双方共识很多 可以合作的领域很多 应该相互尊重 通过加强对话 减少分歧 德方支持尽快召开 第二十三次欧盟 中国领导人会晤 希望欧中投资协定尽快得到批准 德方希望 中方加强国际事务合作 愿意同中方继续就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 非洲应对全球危机等问题 保持沟通 愿意积极研究 加入中非提出的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默克尔最后点睛般加了一句 德法中领导人 保持交流非常重要 先无论欧洲是否是双面派的做法 法德在欧盟内部 一直企图消除英美的潜在影响 脱离美国的掌控的想法 不是一天两天了 经济上靠中国 安全上靠美国是最终目的 不过美国一直在欧洲 放定时炸弹 一是为了降低欧盟潜在的挑战威胁 维持美言霸钱 二是将欧洲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避免滑向中俄 因此 无论是当年的希腊债务危机 还是如今的 乌克兰都由美国背后推手 正因为如此 多边主义一词 才会成为中法德领导人 立自对话的一个重要且高频关键词 从根本上看 法德的核心国家利益 和美国追求的全球霸权的主义明显不同 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都曾对马克龙 默克尔破口大骂 即使是温和派的拜登 也多次批评 西方部分盟友只顾自己的利益 和敌人苟通 德国在和俄罗斯的合作的 北溪二号项目上寸突不让 法国也在美国期待 权力支持上抽搐不签 虽然中欧之间也有关于人权问题的制裁与反制裁 甚至直接导致中欧投资协议在欧洲会议被无限期冻结 暂停审核 但欧洲议会形式并不具有法律性 至今欧盟二十八个成员国没有一个官方直接表态 给出中欧贸易协定不签了 双方其实都在冷处境 让风波尽量平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之前在欧洲为了讨好美国而制裁中国时 中国用数倍力度的反制裁让欧盟明白 如果欧盟不珍惜中欧关系 中国将会绝对用更加强势的态度对待欧盟 中国这种态度让欧盟有些尴尬 所以单方面宣布暂停中欧投资协定在欧盟议会通过 其实是在给自己设置障碍 然而现实是中国经济现在增长很好 欧盟却不见起色 中欧双方是欧盟更加需要投资协定而非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更加迫切需要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是欧盟自己 如果欧盟自己不主动找台阶 那么中国可能会把欧盟直接量纳很长时间 这对欧盟经济来说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毫无疑问 接下来谁经济形势越好 谁在大国博弈的时候就能占据更多主动 面对现实的压力 欧盟不得不低头 在中欧关系相对尴尬之时 赶紧由德法两国主动打破僵局缓和形势 现在大家关系缓和了 也在重大国际问题做了协调 至少杂音没有影响到中欧关系继续前行 希望欧盟真的保持清醒 与中国相向而行多多配合 而不是给自己找不通快 毫无疑问 如果欧盟乱来 中国绝对不会给欧盟留半分面子 一定会狠狠打脸 但是 如果欧盟笑脸合作 那中国当然会笑脸相迎 中国的态度是坚决的 一贯的 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 而不是取代别人 任何国家都有选择 真正体现战略自主的权利和机会 而非第三国强加的选择 中法德一直在谋合作 也在谋未来 而这一切恰恰是美国最担心 最不想见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